谢谢大家 台日桌球CP 浮原爱和江洪杰 婚变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但现在却有消息指称 夫妻感情失和 竟然是嫌高雄太乡下 日媒东京体育10号报道指出 是因为高雄人多半讲台语 让说国语的浮原爱很不适应 还说南部是传统乡下 跟有天龙国之称的台北市 比起来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们高雄很好住啊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风不调雨不顺 是他两个人的事啊 太热吧 所以他可能比较不习惯 报道艺术立刻引发 网友热烈讨论 PTT上甚至有乡名搞笑发问 有没有日媒也懂占南北的八卦 让身为高雄大家长的陈其媒 都哭笑不得 高雄反而是比较 接近日本的一个城市 所以很多日本人都非常喜欢高雄 高雄有高雄的风格 当然跟台北不一样 我在高雄认识很多说台语的日本人 他们台语都讲得非常好 真是讲得比国语好 不会哭哭啦 再三强调台日友好 不会把这番评论放在心上 毕竟清关难断家务事 真相只有当事人知道 欢迎新闻林维凯 蔡宇志林嘉倩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